南岸局势急速升高 共军甚至是多次派遣军机跟军舰越过海峡中线 路透社的报道就透露了 在今天上午有20艘 中国还有台湾海军的船舰 在台湾海峡中线附近紧张对峙 国防部表示中共持续军演 图现武力威胁并没有降低 而军事专家也非常的担心 中共在未来会顺势的把军演常态化 对台湾相当不利 驱逐舰高速向目标海域移动 反潜巡逻机收到命令起飞 共军名为深海猎杀的联合反潜 跟对海突击行动 持续在台湾周边进行演续 根据路透社报道 9号上午约有20艘中国跟台湾海军船舰 在海峡中线附近对峙情况每天上演 中共持续军演 凸显了它武力威胁并没有降低 国军各部队会持续战备应处 也没有所谓的海峡中线 已经到我们台湾的海域了 那我们已经没有战略重生 没有战略重生就没有战略预警 没有战略预警我们的危机非常的高 对岸试图越界 国军阻挡似乎已经成了常态 根据启思民本基金会最新民调 如果中共攻打台湾有65.7%的民众 认为国家没有足够能力自保 至于政府在军事跟非军事层面是否做好准备 高达近七成的人认为准备不充分 而面对中共武力威胁如何避免战争 24.7%的人觉得要靠政治外交手段 过半的人认为加强军事吓阻力量 跟建制外交手段都需要 国金要硬外交要弹性 这样才对 你不要两个都在那边 国金是软外交是硬 那你是刚好颠倒了嘛 今天中共以武力威胁 他也是在展示他的底线 他甚至出来改变现状 创造新的现状 结果我们政府的作为是什么 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抗中 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宝台 共军军演每天重点都不同 台海战略竞争态势也逐渐产生变化 记者生平宣宣台北报导 高雄小港却在九号下午惊传枪响 原名人警看到了停车场内 有一辆进口冰式轿车 车头严重回损 却没有熄火立刻上前盘杀 而这名驾驶不但拒检 还加速冲撞警车 逼得人警连开八枪制止 但是嫌犯仍然逃逸 远警朝车轮连开好几枪 试图阻止一旁迎色冰式轿车 为了拒检 没想到整辆车开始得退路 连车头引擎盖都被自己撞得稀巴烂 警方不放弃 趁轿车回转之际再度朝车轮连开五枪 为了逃完全不顾危险 撞完警车连带波及停在路旁车辆 让车主事后回头见状简直看傻眼 我是好一轮 我不是给你轮 那个宾室车是他这样动动动动动动 撞开然后跑出去嘛 结果警察一来叫他下车 然后就蹦蹦蹦蹦蹦 事情就发生在高雄市小港区雪府路上 9号下午2点多 原先警方货报说是有一部银色车辆 车头有部分毁损 加上没有吸货实在奇怪 到场上前蓝茶 结果驾驶却拒检企图驾车逃逸 尽管当下远警试图急破车窗 开枪制止 但还是让歹徒当场落跑 那经本分局通报情务中心 实施燃捷围捕 该车最后在本分局辖内 发现车辆遭这个下架弧弃制 嫌犯车辆在五公里外的中置路被找到 但驾驶早已不见踪影 这场警匪枪战连开八枪 索性没有波及无辜 警方目前也持续扩大调阅监视器 已经掌握嫌犯身份 全力追捕当中 记者高雄最后报道 我国本土确诊数重新站回了二字头 不过死亡数跟中重症个案呢 则是分别创下了八十九天 还有九十八天以来的新低 但是BA.5的个案再加一 是昨天公布BA.5 新北家庭群聚案的同住家人 而且呢 这位同住家人的确诊日 其实呢是比这个其他两位感染 BA.5的家人更早 感染科权威 黄利明就示警了 北部在九月初 BA.5可能就会超过BA.2 而且全国单日确诊数 可能会飙到五万例 不过对此指挥中心回应 高峰可能会落在九月底 十月初 五万例呢 则是高推估 国财报曾九例 BA.5本土个案 在被匡列的二十名接触者中 其中新北家庭群聚 三十多岁男子的姐姐 也确认感染BA.5 进一步追踪 这名姐姐早在上个月二十七号 就无症状快筛阳确诊 确诊日比其他两位家人早 如今在采还是阳性 从时间续推测 是姐姐先染疫 再把病毒带回家中 应该还是在社区当中 有一些这个接触活动 而被感染 北部的这个BA.5 看起来都还是散发式的传播链 然后可能家庭群聚的 机会比较高 验到的当然只是冰山的一角 而我国本土确诊数 重新占回二字头 较上周同期率为增加 倒是死亡数和中重症人数 都是时隔八十九天和九十八天 再遇低点 最年轻的死亡个案 是一名才八个月大的男婴 先发现又上液肺炎 抽血后又验出多重抗药性 绿农感菌 最后因为病发气凶和大量凶水 用上液克膜还是不幸过世 只为中心预估 我国本周疫情会跟上周持平 但感染科专家市井 北部在八月中 B.A.5感染数增加 九月全国单日确诊数 有机会飙到五万 我们应该是要进入 B.A.5的感染的时代 北部可能九月初 你就会看到B.A.5 说不定要超过B.A.2 不太可能一下就飙到五万例 高峰的时候有可能是 九月底十月初 五万例有可能也是高推过 B.A.5疫情规模 各种数字都有可能 关键还是在民众 有没有做好个人防护 这九点建国才不过的 本土疫情趋缓 再加上实施快筛阳性急确诊 民众PCR筛检需求大减 8月11号开始 全台湾社区筛检债 将会全面退场 未来如果有PCR需求的民众 要回到急诊来筛检 并且回归医疗专业评估 医生觉得有必要 可做公费PCR 否则民众要自费处理了 另外B.A.5 幼儿疫苗已经通过了 ACIP小组的合格 总共需要打三剂 但是因为国际间没有混打研究 因此幼儿疫苗都得打同一个厂牌 看过去一片空空如夜 北市联谊中心院区的社区筛检站 已看不到排队人潮 毕竟本土疫情趋缓 加上实施快筛阳急确诊 让PCR筛检量大减 因此社区筛检站 11号起将全面退场 PCR回到医院急诊筛 未来公费PCR筛检 只用在入境防疫调查 住院对快筛结果有期见等状况 回归医疗专业评估 非医疗常规的裁检都得自费 一般常规件平均三千五百元 而BNT幼儿疫苗 已通过ACIP专家和可 六个月到未满五岁的幼儿都能接种 但如果施打时间横跨四五岁 追加剂的接种剂量 要依打疫苗当下的年纪 举例来说四岁11个月的幼儿 第一剂采幼儿接种指引 尽量打三维克 满五岁之后得采儿童剂量 该打十维克 但通通不能混打 指挥中心进一步分析 如果BNT幼儿疫苗只打两剂满七天 保护效率只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 因此建议三剂都要打好打满 至于疫苗到过进度 还没有时间表 接种吧